英国国会大选彻底变天 工党党魁施凯尔在掌声中发表圣选演说 We did it! You campaigned for it, you fought for it, you voted for it And now it has arrived, change begins now 施凯尔率领的工党在650席下议院席次中 轻松过半还拿下远超半数的400多席 保守党只剩下100多席 即将下台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向支持者道歉承认败选 相比家境优渥的苏纳克 现年61岁的施凯尔出身劳工家庭 儿时因为母亲重病过得相当辛苦 但努力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生 并当上人权律师 施凯尔的这段经历 加上妻子本身就在国民健保署上班 让他更重视医疗服务 除此外他对足球的热爱也缩短于选民的差距 工党在英国属于中间偏左政党 上任后重点将聚焦改善经济 但外交上分析不会有太大改变 另外施凯尔曾在2016集 2018年两度访台 与时任副总统陈建仁对台 对台湾并不陌生 未来是否有机会扩大交流 有待继续观察 点新闻 综合不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